美媒推测 无论谁言 美国对华政策特朗普化已成定局 在这六年里 我们经历了新冠疫情的肆逆和美国的全面打压 经历了房地产的严冬和外资外企的撤退框潮 经历了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 金融战 科技战 领土完整战和国土安全战 但那又如何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航空发动机产业 航天科技 高端芯片制造业等无数领域的快速的突破和进展 美国大侠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无论特朗普对哈里斯 还是万斯对沃尔茨 对华政策的讨论现在都很少了 因为前面两家政府已经把反华策略用到了山穷水尽 再也没什么新花样了 美国经济学人网站刊文说下一家美国政府不敢谁掌舵 对华政策都会特朗普化 在对华政策这个问题上 美国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都站在了访华的立场上 国防军工财团为了发战争财 竭力的渲染中国威胁论 以及中美全面战争的前景 金融财团被无法肆意进入中国市场 收割中国人民的财富早就怀恨在心 非常希望能够颠覆新中国 成本居高不下的美国制造业 更是希望政府能够打压中国制造 给自己创造市场空间 哪怕是那些从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财团 也是如此 如果美国能够压服中国 迫使中国放弃 独立自主的高新产业 放弃自己的民族品牌 回去继续从事劳动密集 低附加值的产业 对这些贸易集团那也是有利的 因此很多人分析判断 无论特朗普还是哈里斯当选 美国对华政策的特朗普化是不可避免的 也就是全面反华恶华 这种局面并不是一个政治狂人 特朗普有本事造成的 而是美国的体制和机制 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 特朗普所代表的基督教白人 当然认识到了美国社会存在的根本性的问题 希望美国的竞争力回归 其中包括科技创新能力和工业生产能力 但是美国的统治阶层 被金融财团把持控制 已经失去了广泛开展制造业的基础 优秀的学生纷纷投身金融投机市场 赠钱快啊赠钱多啊 破坏了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源的链条 而毒品的泛滥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又进一步摧毁了美国的教育体系 这些问题不做颠覆性的改变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们 想要的MAGA 也就是美国伟大美国优先 是回不来的 在美国衰败的同时呢 中国就提交了优秀的答卷 不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也打碎了美国的霸竹目 美国的白人群体是不肯承认制度缺陷的 于是乎 特朗普就帮他们说出了心理话 诋毁中国 贬低中国 污蔑中国 脱了美国的科技成果 民主党也不敢得罪这一大批人 同时 民主党也有自己的反华动机 民主党是最喜欢对外搞颠覆的 但是在中国这个主要对手面前 民主党却一再碰壁失败 于是在对华问题上呢 更和民主两党取得了空前的一致 而特朗普的政策和主张 最适合 蛊惑人心 哈利斯的政策班子并不强 既然无法超越特朗普 那就直接抄袭好了 就这样 美国对华政策选择走向特朗普化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美国前面访华又能怎么样呢 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经历了特朗普的三板斧 又经历了拜登的三板斧 六个板斧下来 美国政府能搞出什么样花样 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摸清了 在这六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经历了新冠疫情的肆虑 和美国的全面打压 我们经历了房地产的严东 和外资外企的撤退狂潮 我们经历了美国发动的 对华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 领土完整战和国土安全战 那又如何呀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航空发动机产业 航天科技高端芯片制造业 等无数领域的快速的突破和进展 即使特朗普马上踢走拜登 入主白宫 他又有多少对付中国的招售和办法呢 像中国产品征税60%吗 只要你美国不怕物价上涨 自己的市场能够承受 每个老百姓不上肩 那就行 同六年前相比 今天的中国 无论美国谁上台执政 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 我们都可以充满自信的应对 这就话我们就说到这里